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追击一下类的各种函数和吸购函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介绍过的一个程序 再给大家看到我们在这个程序中定义了time类 定义之后我们在man函数定义了一个time对象 然后使用它的公共的成员函数 对它内部的三个成员进行了复职 复职之后我们使用get成员来获得他们的值 来进行输出 之所以在定义一个对象之后 使用公共的成员方法对他们进行复职 那是因为我们在定义完一个对象之后 它内部的各个成员的值是随机的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直接使用 不对他们进行复职就使用的话 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错误 比如说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三个方法 对他的三个成员进行复职就进行输出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值都是一些非常大的值 另外呢我们每次运行的时候他们的值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使用类的成员的时候 需要先他们进行复职 然后才可以使用 在定义完对象之后 使用类的公共的成员方法 对他的各个成员进行复职 这当然是一种对象处置化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类中的数据成员比较多的话 或者说我定义了很多个对象 都采用这种方法的话 做起来很麻烦 我们的程序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臃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世界家提供了构造函数来处理对象的初始化 构造函数呢是一种特殊的成员函数 它不需要用户来调用 在定义对象的时候呢 它被自动的执行 构造函数的名字与类名相同 没有返回值 并不是说它返回的类型是void 而是说没有返回值 连void都不能有 它呢可以由用户自己来定义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数据成员进行初始化 具体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来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还仍然采用上一节介绍过的这个timelay 上一节介绍timelay这个类的时候 没有给time提供构造函数 这里我们就提供一下 我们刚才也介绍过 类的构造函数呢 是跟类名相同 并且没有返回值 这就是构造函数的声明 它是没有返回值的 不能有void 它的名字必须跟类名相同 它可以有参数 参数呢我们 这一点我们待会会介绍 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没有参数的刻的函数 刻的函数的原型已经证明好了 下面我们要对刻的函数进行实现 有两种实现的方法 一种是直接在类的声明的地方来实现它 另外一种是在另外一个cd文件里 对这个train函数进行实现 那么这里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 我们一般把个函数写在cd文件的前面 这里我们来实现一下ctimelay 表示这是ctimelay的个函数 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个空的刻的函数 就就简单好了 那刻的函数内部呢 我们一般进行一些数据成员的初始化 比如说对hour,minute,second这三个成员 他们进行一些出一些初始的值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给他们付一些 我们希望的值 比如说我们给hour是零点 minute也设计成零分 秒呢也设计成零秒 定义完一个对象的时候 他们三个成员的值都是零 各个函数定义好之后 我们不对他们进行复值 然后将他们进行输出 他们的值,他们的值对定值多少 运行一下 再看到他们的都被初始化成零了 我们刚才也提过 构端函数由用户来定义 但是呢并不需要用户来显示的去调用 因为你不需要在代码里直接调用这个构端函数的 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会自动的调用构端函数 构端函数是没有返回值的 我们不能在构端函数里面使用 构端的return一致 如果使用的话是编译不过的 在构端函数的内部一般是对数据成员进行一些初始化 但是也并不是说只能包含一些初始化的语句 比如说前面的复制语句 也可以包含其他的一些语句 比如说一些输出于c2的语句呀 其他语句都是可以的 如果与对象的初始化无关的话 我们不希望他们出现在构端函数中 上一节定义ctime这个类的时候 是没有给他提供构端函数的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检测到你没有提供构端函数 他会默认的生成一个空的构端函数 在这构端函数内部不会执行任何的初始化动作 我们介绍的构端函数是没有参数的 没有参数的构端函数会称为默认构端函数 如果我们只为类提供默认的构端函数 那么我们定义的这个类的每一个对象 都会得到同一组的初始的值 但是有时候用户希望不同的对象 赋予不同的初始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使用上面的默认构端函数 就没有办法来解决了 解决方法就是可以采用带参数的构端函数 在定用不同的对象的构端函数的时候 从外部将不同的时参传递给构端函数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定义有参数的构端函数的时候 其他跟没有参数的构端函数是一样的 只是在函数的声明部分加一个参数列表 比如我们这里要够到一个只有三个参数的构端函数 分别用来跟hour,minute,second进行复制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hour 定义一个minute 最后是second 设计好之后 我们就需要在实现里面对他们进行分别复制 这里我们将行参的hour复制给内部的成员 将minute复制给内部的minute 将second复制给内部的second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在外部每传无一组新的值 它都会复制给内部的成员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用户是不能定用构端函数的 因此我们有办法通过常规的定用函数的方法 给出实餐 那实餐是怎么传递给形参的呢 实餐是在定义对象的时候给出的 我们看一下 如果一个类它就有一参数的构端函数的话 那么实餐是通过对象名后的一个括号 给出实餐的 比如我们想给它处置化成10.50分20秒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里的实餐会传递给构端函数的三个形参 从而完成对象的处置化 为了我们再定义一个对象 叫Time2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值 比如说12点20分12秒 那这个时候Time2中的三个成员 就具了这样的一组值 这样的话我们每定义的对象 都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给它指定一组初始的值 而不像默认课的海中那样 所有的对象都有共同的一组初始值 我们来对Time2的直径输出 Time2 三个成员被处置化成了10.50分20秒 Time2的三个成员被处置化成了12.20分12秒 我们在第二次定义一个有参数的构端函数 的时候直接把默认构端函数给去掉了 其实在一个类中可以有多个构端函数 它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都是跟类名相同 也都是没有返回值 只是它们的参数列表是不一样的 它们可以是重载的 我们在一个类中可以定义多个构端函数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类对象提供不同的处置化的方法 因为用户根据需要来选择它们 我们称这种方式为构端函数的重载 我们在为CTime这个类建立有参数构端函数的时候 把那个默认构端函数给去掉了 那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给加上 这是默认构端函数是没有参数的 这里我们来实现一下 Hour的复制成0 它们的值都被复制成0 现在CTime这个类只有两个的函数 它们特别是一个无参数的构端函数 也就是默认构端函数 另外一个是有三个anti类型的 这样的一个有参数的构端函数 下面我们提供第三个构端函数 第三个构端函数只有一个参数 它们只叫value value将同时复制给hour,minute和second 就是说它将它内部的三个成员都复制成value 当然了这里我只是为了演示 hour,minute和second它们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这里我们只是为了演示方便 对于对象的时候 就可以只给这个对象提供一个参数了 我们定义一个time3 给它提供一个值是10 那这个时候time3的三个值都是10 它表示是10.10分10秒 出处一下 为了方便的我们直接卡位一下 我们把它重新写 修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time3的值是10.10分10秒 现在这个time类只有三个构端函数 分别是模仁的构端函数 有三个参数的构端函数 和有一个参数的构端函数 那我们在定义对象的时候 那系统是怎么要怎么辨别 定用的是哪一个构端函数呢 编译器呢是根据确定重担函数 这种机制是一样的 它会根据13的类型跟个数 去在个数函数里进行匹配 如果说你在所有的构端函数中 没有找到跟你13的形式 跟个数相匹配的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的话 编译器就会爆错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定义一个 Z time 4 那这里呢我们给time 4复制两个参数 分别是10跟10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就会 在构端函数列表里去找 到底有没有一个构端函数 只有两个参数 每个参数的类型都是anti类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确实没有这种构端函数 这个时候编译器就会爆错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呢 大家看到 编译器提示了 有错误 C time 类没有重带的函数 接受两个参数 另外也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我们可以给一个类提供多个构端函数 但是我们在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对对象进行处置化的时候 只会执行其中的一个 构端函数的 这个参数的值呢 可以通过实参 有时候我们在定一个对象的时候 指定 另外呢也可以 指定一些默认的值 就跟我们在介绍函数那一节 介绍过的默认参数那一节是一样的 它们的规则也是一样的 在函数声明的时候 可以给一些值提供一些默认的值 比如说 我们给second提供0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定一个对象的时候 给hour和minute提供了值 但是没有给second提供值的话 那么就会使用默认的值0 来给second提供负值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定一个time4 time4的我们分别称 min hour是10 min也是10 那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给second提供的复值 记得刚才我们说过 这种情况下呢 是编译不过的 但是因为我们给它复了值 之后我们再看一下 编译器还会不会报错 大家看到编译器已经编译通过了 second提供它是使用的默认的参数 前面我们说过没有参数的复刀函数呢 被称为默认的复刀函数 一个类中呢 只能有一个默认的复刀函数 不能有多个 提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给一个 构刀函数的所有参数 都指定为默认的参数 比如我们这里都给它 所有参数都复制为0 这是可以的 其实是不可以的 是为了 因为这会导致一些奇异性 比如说我们这里 在定义time3的时候 那我们是使用 应该使用 有一个参数的构刀函数呢 还是应该使用 这个构刀函数 后面两个参数 都使用默认的参数呢 定义类的时候 可以给这个类提供构刀函数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不给这个类提供构刀函数 那这个手编译器呢 会自己生成一个默认的构刀函数 这个默认的构刀函数是空的 在它的内部呢 是不执行任何动作的 这一点呢 大家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希构函数 希构函数呢 也是CHR类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员函数 它的作用呢 与构刀函数相反 它的命名规则呢 是跟类名相同 但是呢 需要在类名的前面 加一个波浪线的符号 在CHR中 波浪线这个符号呢 是不畏的取返页段符 它的命名规则 我们也可以看出 它是跟 跟构刀函数的作用是相反的 一般是执行对象的清理工作 当对象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 会自动的调用 但希构函数的作用呢 并不是删除对象 而是说 在对象撤销 它所占用的内存之前 做一些清理的工作 清理之后呢 这部分内存 可以被程序分别 给其他的对象使用 在设计类的时候 一般也会给这个类 提供一个希构函数 在对象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 程序就会自动执行 希构函数 来完成这些工作 所以说 希构函数和构刀函数 都是由用部来定义的 但是它的调用 都是由程序来自动的调用的 构刀函数呢 是在定义的对象的时候执行的 而希构函数是在一个对象 在它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 自动的被执行 希构函数呢 与构刀函数类似 但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希构函数跟构刀函数一样 没有任何范围值 同时呢也没有参数 因为呢它没有参数 所以说它是不能够被重载的 一个类呢 可以有多个构刀函数 但是只能有一个希构函数 希构函数的作用呢 并不仅限于释放资源 可以执行一些 用户希望它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比如说可以输出一些信息 待会我们会在希构函数里面 输出一些信息 来提示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 希构函数里面了 如果用户没有制定 构刀函数的话 那么编译器会自动 生成一个默认的构刀函数 如果用户没有提供希构函数呢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也会 生成一个默认的希构函数 它也是空的希构函数 它内部不会执行任何的动作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给一个类定义希构函数 希构函数呢 跟各种函数的名字相同 也是类名 没有参数 它前面是加一个波浪线 它是位的取散预算符 这样我们在类的声明中 声明好了一个希构函数 下面呢我们来定义一下 首先是c time类 去反应算符 c time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c time类 它内部是有三个 安基类型的一个数据成员 我们是没有什么要清理的 这里我们输入一些语句 来表示希构函数被执行了 对待我们输入 对待我们输入 我们执行一下看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包含 IoStream的文件 所以我们没办法 选择一句 这里我们包含一下 再进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函数执行了四次 这因为我们在 man函数里面 定义了四个time对象 当这几个time对象 超出man函数 最容易之后 他们的希构函数就被执行了 由于我们声明的这几个对象 都是在man函数来定义的 因此他们的作用域 都仅限于是在man函数之内 就是从定义他们的对象开始 一直到return之前 都是他们的作用域 一旦执行return 他们就超出了他们自己的作用域 生命期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程序会自动执行 他们的希构函数 我们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对象 生命期是仅限于当前的函数的 如果我们在函数之外定义的一个对象 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的对象 那么他们的他的生命周期是在程序 退出之前 吸购环数的执行顺序 跟对象构造的顺序是相反的 如果一个对象 他是先被构造的 那么他应该是最后被吸购的 如果他是后被构造的话 那么他是应该先是被吸购的 那根据上面的规则 那么从这里输出 我们就应该知道 第一个输出的ctime 那么应该是time4的 因为time4是最后被构造的 那么他们的 他的吸购环数应该是最先被执行的 那第二个ctime呢 是应该time3被吸购的时候输出的 那么他是大数第二个被构造的 那下面的分别是time2和time2 time是最先被构造的 因此他的吸购环数呢 是最后被执行的 如果我们通过new运算符 来动态的 建立一个对象的时候 那么什么时候 会这样的吸购环数呢 是我们在显示 调用delete的时候 这个时候 吸购环数会首先执行 执行完之后 这个对象所对应的区域 才会被真正的释放